哈喽,大家好,我是暖音,好久不见 今天我给大家聊一点闲话 我们看一下T8的两个故事 广告还弹出来了 第一个是鬼斧天宫的情况 带恋鬼斧天宫 目测应该是有这个bug的 至于怎么卡怎么出 看到没有,同一区的这个 这个同一区的这个好啊 全是鬼斧啊 这个是不正常的 确实是不正常的 一定会有bug的 然后大概是不是四的概率 是四分之一的概率 但是要止疼要准备多一点 好像是 目前这个方法还没有被掌握 其实比如说这个具体的情况 我提醒大家啊 现在群里的都在说 你找人家带恋可以 你千万千万要注意 不要把号给别人了 就是你用就手机发验证码都可以 最好是不要干这个事情啊 同时也是请这个官方啊 出来批批摇 或者来查证查证 因为这个游戏的bug太多了 最近退休的大佬啊 非常的多 一是这个 他自己游戏内的问题 第二个是这种索区啊 索区造成的矛盾和平衡 非常的这个尖锐啊 导致了这些五六千的这种 大全世界和灵界百足的这种 这种至宗号啊 无人问津 真的是很惨 磕了十万 还不如一个逍遥 好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这个 小故事啊 说的是这个 这个玩家啊 就是他们被封禁的 这个冒充官方人员的一个处罚啊 其中有一位啊 在贴吧发帖了 大概是说 有一些占他的 有一些占官方的啊 就是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 他那他说 定义官方冒充人员 对他很气 大家都说他是骗子啊 然后 官方就就不解释 就说他查不到他这个 冒充官方人员的一个话语 我觉得有点奇怪啊 希望尽可能的官方来辟谣吧 这一波我还是占官方的 就是说 他说了 这个玩家说了 他只说了 这个 一句话叫做什么来着 好像删 被 还没有保存 被删了 好像是 他说了 说了 这个 出号 一折啊 截图 有一张截图 应该是跳楼了 然后这个 被 楼层被删了 然后官方 就是说 他们还说 他玩家还说了一些其他话 但是他查看不到啊 然后 以这个理由来进行的一个风景 我觉得 既然你都上了这个公众号了 我觉得 这玩家可能会有一些 出格的一些言论啊 希望这个官方还是能够进行一个这个数据的一个支撑和一个解释哈 向大家把官方的这个公信力还是能体现出来 我想只封三个人的话 问题也不大 应该是没什么太大的问题的 就这两个事 今天的闲聊就闲聊到这里 大家还是这个最近期还是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刻度 仙界要开了 好 多的就不说了 谢谢大家